盧市長 你現在沒有連論的壓力 卻不知環保局取消了中秋禮物 台中市議員何文海質詢師 點名市長盧秀燕 中秋節過去這麼久 卻收到不少清潔隊員紛紛來陳情 表示往年都會收到 來自台中市政府的慰問禮金或是禮品 但今年中秋節的過去超過半個月 卻連一個慰問都等不到 清潔隊員表示身為環保局的基層人員 平時辛勞 似乎在重要時刻被遺忘了 紛紛向議員提及此事 這幾年至少還有兩顆梨子 但是今年卻連置隔藝都沒有 感到相當失望 益算的部分有的是要給基層人員 可是他的變相 還是用個坑紛不一樣 他也是在 也在核銷嘛 其他不是基優都沒有了嘛 所以這個也是怪怪的啦 台中市府環保局則強調 今年沒有禮品被消失 而需要改期到十月底才會一起發放 不過清潔隊員人就不滿 認為清潔隊員結合中秋節是兩碼事 議員也提醒中秋禮品 該補發就補發 這次台中市府表示 針對基層隊員的禮品 目前正在辦理採購作業中 3D新聞占評侯林 裴萱台中採訪報導